Hello 欢迎来到镜姐厨房 今天天气冷了 通常我喜欢炒腊肠饭 有些人说炒饭是否要用冷饭 我便不用冷饭 我可以新鲜煮饭 但水要少放少 不用放太多水 因为饭会很腍 我放就比较少的水 比平时煮饭少的水 我会用腊肠 腊肉 脆肉瓜 葱头 如果饭有辣味 有少少士丁椒 不要辣可以不放 便嫌小 就是我要炒饭 但腊肠 腊肉 有时就这样切 很确实 切到手很痛 通常我炒饭之前 我会先蒸腊肉和腊肠 10分钟 蒸熟后我才切粒 待会给大家 切粒的东西 再拍给大家看 好了 回来了 开始可以炒 腊肠腊尾米饭 你看我这个 我还有一个脆肉瓜 已经够炒这碗饭 首先我要爆香 这两样东西 烤红锅 先烤红锅 先烤红锅 好 现在就下油 其实少少就可以了 让锅没有太干油 一会儿 一会儿 基本上都可以翻用 不用下油 炒 炒 葱头 先烤红锅 腊肉 腊肠 我煮了四勺饭 所以我才加这么多腊肉 如果你们家人少 那当然不用那么多 两条腊肠就够了 然后半条腊肉 因为腊味 我怕它有点味 现在要加味料 好了 下少少少盐 它会出油 所以一会儿 炒菜之后 基本上都不用再下油 它会出油 肥膏有油 肥膏有油 下了盐之后 我会下少少少胡椒粉 炒香它 好香 这个更加强热 很香 然后炒菜之后 很香 然后炒菜之后 炒菜之后 炒菜之后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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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後把油隔出來 很多油, 腊味和肥膏 先撈起 把油隔出來 一會兒飯不會太濕 撈出很多油 所以我都會撈起油 撈起一點 先攪拌慢火 很多油, 不用太多 用來炒的脆肉瓜和炒飯 油可以先留起 不用太多 出油可以出到 然後剩下一點油就可以了 可以爆炒的脆肉瓜 用來炒的脆肉瓜 放入脆肉瓜 放入脆肉瓜 沒有味道, 都是要調味 鹽 少許糖 很少 然後我會加些雞粉 放入脆肉 再加些雞粉 放入脆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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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放入脆肉 炒香 先拆開 先拆開 很香 炒飯就不放油 因為鍋子有油 我用中火 不用大火 先用中火 先煎飯 飯我會下醬油 因為飯是淡的 沒有味道 一邊炒的時候 可以剁一下飯 不要黏著 中火就可以了 剁開飯 一邊炒 一邊剁開飯 然後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 瓜 鸟肉 慢慢加 炒均匀才加 炒均匀 一边炒均匀 煮饭 一边炒均匀 煮开饭 中火 不要大火 大火又会焦 要慢慢炒均匀 一边炒均匀 炒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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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别人的糯米饭 糯米饭 但我不炒糯米饭 我喜欢吃芫荽 加入芫荽 更香 不要均匀 你见到饭 开始伸出一块 就开始散开 一边炒均匀 就要为饭 炒均匀 煮饭时不要加太多水 比平时要加少一点水 饭就不会烂 炒出来也不会很烂 我又喜欢辣辣的 我就会加少许指天椒 就不用太多 看你吃不辣 你吃得辣就加多些 不吃得辣 你加少许是调味 有少许辣味 多少许辣味 多香 多香 这个腊味腊肉炒饭就完成了 你看看饭出来 是不是很棒呢 就是这样 让我试一下味 镜姐试味 很有腊肉味 而且不太辣 例如你的面团煮饭 做个炒饭就可以了 很好吃 正 大家记住 给like 留言分享 下一条片见了吧 拜拜 谢谢 我 请 请 一定要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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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